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要多求世纪不要吻 不要去理会了 你心才纯净纯善 这有什么时候其如 那是你的善根佛德 过去身中善根佛德不足 现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善根佛的加强 怎么加强法呢 每一天都说 天经念佛 这就是加强 受持读诵 可不能减断呢 减断就难了 决定不减断 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反复 精神体力有限 不能不休息 这个没关系 累了的时候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立刻就做干 这个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你能这样做 三年五载 也当渐渐消除 复会渐渐增长 功夫不可以间断了 不要夹杂妄想 不要求一心不乱 也不要求功夫成平 老老实实这样念下去 念到妄想分别执着 真的扶住了 他不是断 扶住了 他不起现行 决定有一天 你就其如三昧 你就入了境界 如果常常想着 我为什么还没有对心呢 我为什么这个 还没有得功夫成平呢 这个麻烦 为什么呢 这叫夹杂 这把你的功夫破坏了 或者有人 我天天念佛 佛怎么还不来啊 这都不行 这对夹杂 都是障碍 所以要记住 纯经纯远 唯有纯经纯善 没有障碍了 到无障碍的时候 境界才能陷进 油业丝毫夹杂 都是破坏你修学的功夫 所以要彻底放下 功夫要做得纯 要做得劲 与根本空相应 净土这个法门 不需要断烦恼 这就方便太多了 只要把这一烦恼扶住 就能往上 用什么扶住呢 用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熟了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了 烦恼自然 你都不去想他了 就不要去理他了 只理会阿弥陀佛 却不理会任何杂念 念头起 没关系 随得起 不理他自然就没有了 只照顾阿弥陀佛 念念皆是阿弥陀佛 你就成就了 这个方法 人人都能够成功 无论贤于知不孝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哪个行业 全都能成就 这方便没有啊 有何款 一里而根 荣为道众 所以 应当法约万策 亲近阿弥陀佛 只要真正做到 像古大德讲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过去僧中这些种子 虽然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 由于我们在这一僧当中 真正做得了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很快啊 就把这些种子 壮大了 成为强而有力 再遇到这个 静宗 逆行道 这个平衣可占大了 这一僧当中 决定成就啊 品经好传 你每一天来 这一次 每一天放一次光啊 这二十四小时当中的时候 能够放个几次光 好难得 天天放 几个月连续不断放 几年连续不断放 就变成像节 功夫就成熟 那么由此可止 经不能不读 不能不听 不听 必定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会被外面境界 动摇 原因在哪里 现在外面的 诱惑的力量太强 太强了 如果说我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那老实话 你决定是佛菩萨再来 要不是佛菩萨再来 你怎么可能不受外面环境诱惑 做不到的 必定是佛菩萨 唯一的办法 保护自己 天天不经 天天天经 天天天经 没人讲啊 现在大家有佛报 有录音带 有录像带 那就行啊 说再讲啊 不要听得再多 一部经重复听 最好 一门神 搞太多太杂了 学心不饶 你的亲信心不饶 一部经最有受用 最得理 反复不断地听 我们才能成功 才有指望保护自己 不被 时代的 这些大风大浪 所吞噬 这个要紧 读诵 是一种修订的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的一种法门 只要这一部书 为什么集中你的念头 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一句话 执行一处 无私不办 我们把心 执在这一部经上 这一部经 你一千遍 两千遍 三千遍 四千遍 决定不还 时间久了 得三美 三美得到之后 再继续努力 不定什么时候 何然大 午后 你再看其他的 一接触 全明白了 这不过思议 你问 为什么会统统明白了 因为你见信了 一切法 不离自信 一切法的离体 全是自信 诸佛如来 所说一切尖教 是从自信流出来的 你一见了信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佛是自信变的 世间所有东西 也是自信变的 无论是善的 是不善的 你全明白 统统自信流出来 读经 从如是我闻 到信守奉行 念得清清楚楚 没有念错 没有念漏 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这是会 所以读经 是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整 我念一个小时 就是在修一个小时 念两个小时 就是修两个小时 读经是修行的第一步 熟透了 应用在生活上 你就是不懂 什么叫观照 自然符合观照 自自然然 就是观照功夫 你就用了 用了自己 还不晓得 这个叫做 忘心愤愤处 所以学佛的人 烦恼 妄想 杂念 忧虑牵挂 一定是 一天比一天少 这个一天一天 那是 很有功夫的人 像我们初学 应该是 一年比一年少 这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到功夫再得力的时候 是一月比一月少 如果果然能够是 一月比一月少啊 你一定发喜充满 你会生活得非常愉快 会很快乐 会自己觉得很幸福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你能够常常读诵这部经 思维这部经 思维这个经呢 就是义佛 义佛 一教方形 你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了 做弥陀弟子 做弥陀弟子 是真正跟他学 才是他的弟子 我们天天读经 天天唱佛 唱歌一样的 没有照做 这个不是弥陀弟子 弥陀弟子 一定要一教方形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乖乖地做 佛教给我们不能做 我们就决定不做 你才是弥陀 所以你要真正做了 一教方形了 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 不但这个世界放下 六道放下了 九法界放下了 决定不允 这个境界 端于极乐世界 你天天读经 天天听 一行一役端于极乐世界 这才叫 一门深入 常识寻宿啊 一千遍就是 常识寻宿啊 那就恭喜你 一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